字幕提供 莫雷諾冰川位於阿根廷南部的冰川國家公園 是安帝斯山脈南巴塔哥尼亞冰原中的其中一個冰川 這片冰川大約只有20萬年歷史 在冰川來說算是非常年輕 而且是世界上少數仍然生長的冰川 莫雷諾冰川是全阿根廷最受歡迎的冰川 因為它是最容易去的一個 距離最近的小鎮El Califate大約80公里 只需一至兩小時車程 遊客來到這裡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感受冰川的震撼 我們這裡停了一個觀點 可以遠距離看一看冰川 一看就好像很小 但其實這個冰川很大 有250多平方公里那麼大 比阿根廷的首都還大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是藍面 在雪山中間那裡就好像夾住了 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除了站穩穩地遙望冰川 遊客還可以在行人步道上選擇不同的路線 一邊走一邊從不同角度近距離 因為上面這些冰川太重 下面只差不到 那些冰會掉下來 然後有一聲巨峰 好像恨類一樣 因為它有些很高的 冰川有些高度可以由水面上70米 然後倒下來的時候會回到巨浪 所以船都不能走很近 會很危險的 真的很震撼 真的很震撼 這是昇華的享受 這個景點 看完冰川的北面 我們想算航行出傳阿根廷最大的淡水湖 阿根廷湖 這個湖的面積比整個香港還要大 它原本有七條分支 部分分支以前都擁有一大片冰川 不過因為全球暖化 導致冰川溶化 變成現在我們在航行的河流 只是體系不夠的 今天我們還參加了90分鐘的冰川健行體驗 可以在好像電影冰雪奇緣的冰雪場景走 很期待 究竟冰雪旅行是甚麼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很興奮 我們現在上去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溶雪的地方 聽到它好像很危險 不過導遊說 其實就不用擔心 它說因為 其實真的要崩 它其實要經歷過一個過程 比如說 有一個小一點 很幼的裂縫 就變成一個大的裂縫 然後它才會爛 所以其實它們就很清楚知道 究竟哪些地方是安全 哪些地方是危險的 哇 走到很近了 冰川很大 很高 哇 我們在這裏就會把釘子放在鞋上 方便在冰上走 不會滑倒 我都很不習慣 要小心一點 如果這個時刻踩到別人的腳 那樣應該會很慘 開始走 在冰上走很爽 不要說 我覺得我像小矮人 被人放在冰格 在冰格上走 其實在這個冰上面走 都不是太艱鉅 也不是很危險 對 但是要跟著 導遊 一條直線這樣走 因為要確保 它走的地方才是安全 這裏地下的冰 其實沒有遠看 那麼乾淨 但是你走下去 這裏其實有很多 黑色 黑灰灰的東西 對 沉澱 和類似泥土 沙石的那些 都混在冰上 所以就有些好像髒了 那樣的 地球上 有97%都是鹹水 剩下3% 一些乾淨的水 就是這些 其實就是來自這些冰川 對 雪山 所以這些冰川 對於我們人類生存來說 是非常重要 並不是這個旅遊景點 那麼簡單 之前聽人說 這裡的水是很乾淨的 還說可以喝的 這水很清甜 而且這裡看上去 很深的 原來在水底 也有100米高的冰 在下面 好漂亮 穿過兩邊 都是白色的冰 好像是一個冰的峽谷 我覺得這裡好像很散成堡 好漂亮 我這裡要長關手 好漂亮 快點 前面有這個冰川 做的威士忌 快一個喝吧 在冰川上面 有一個桌子 準備倒一些威士忌 給你 還要在旁邊的河 立刻撈著冰上來 給你喝 對 這個是冰川威士忌 我想你去哪裡都喝不到 只是去這裡 只是去冰川旁邊的人 對 乾杯 乾杯 警察有口罩 市民也沒有口罩 我覺得政府不知所謂 好可惡 好可惡 來吧 好可惡 我們來聊天